我们现在开始上的是这一小段的重点 就是虎克定律 就是有跟形变有关系的内容 物体受我们前面教过 东西受到外力作用之后有两种效果 一种效果叫形变 形变就是形状的改变 包括伸长 缩短 关曲 扭转 切变 切变就是哪一张纸 上跟下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要做切变 要切变 然后我们国中通常都只考虑伸长的部分 东方都只考虑伸长的部分 其他几乎都没有在讲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之后会产生形变 然后外力如果拿掉 它会恢复成原来的形状 这个样子这种性质叫做弹性 而这种恢复成原来形状的力量 我们就称之为弹力 或者啰嗦一点叫做弹性 恢复力 弹簧拉长 形变 松掉 缩回来 原来的样子 这种性质叫弹性 这种力量叫弹力或者是弹性恢复力 然后我们就说 古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 形变跟外力成正比 正确的说 正确的说是形变跟弹力成正比 弹力跟形变成正比 但是是因为外力造成形变 有形变之后有弹力 通常的情况之下 外力跟弹力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说 形变跟外力成正比 但是挑剔的说 应该叫做形变跟弹力成正比 写成这样的式子 力量的比 等于形变的比 表卡S1S2 代表是所谓的形状 长度的改变 改变就是 全长减原长 所以写说S1减X0 或者是S2写S0 就是我们的 古克定律写出来的公式 我未来很少会用公式去算它 我大部分都用我们以前教过的方法 为它搭起 有益的桥梁 就可以知道比例的关系了 那力量 单位呢 牛顿或公斤重 或者是克重 然后伸长量 这些都是用公分 公分 这就是我们的 古克定律的公式 古克定律的公式 注意前面这个DELTA 我们讲过 DELTA代表叫做改变 就是形状的改变 长度的改变 我们通常讲伸长量 伸长多少 伸长多少 然后呢 后面就是 全部有多少 简掉原来有多少 就是所谓的伸长多少 公式就长成这副德性 叫做古克定律 什么叫做弹性限度 不使弹簧 不使弹簧产生永久形变的最大外力 因为弹簧 用手压 松掉 縮回去 更用力 压 松手 又縮回去 再用力压 松手 縮不回去了 这叫做超过弹性限度 所以 不会使它产生永久形变 它都能够还回得去的最大力量 叫做弹性限度 然后 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弹性提马 累 弹簧 挂了两公斤重伸长 拿下来 縮回去 再挂上去 拿下来 又縮回去 很好 挂上去 放了一年 拿下来 不回去了 弹性提马 他已经习惯这么长了 他不想他懶了 他累了 不要再重回去了 要弹性提马 要弹性提马 OK 但是我们国中很少讨论 弹性提马这件事 那么要请同学注意的事情是 第一 要在弹性限度内才会成正比 偶尔会有这种题目 10厘1公斤重伸长1公分 2公斤重伸长2公分 3公斤重伸长3公分 请问你4公斤重伸长几公分 4公分 错 答案要不知吧 因为他可能坏掉 他可能坏掉 他可能坏掉 通常你题目不会这样 我们国中生的题目绝大部分 几乎所有都会说在弹性限度内 但是偶尔会有人欺骗你 所以不是1122334就是没有 因为他可能已经坏掉了 他可能已经坏掉了 他可能已经坏掉了 他可能把你两本挂错东西啊 重点 外力是跟形变成正比 我们是生长量成正比 不是跟犬长成正比 挂1公斤重伸长1公分 2公斤重伸长2公分 3公斤重伸长3公分 是跟这个1 2 3公分成正比 挂上去本来10公分变11公分 挂上去从11变成12公分 挂上去从11变成12公分 挂上去从变成13公分 他不是跟这个11公分12公分10变公分成正比 他不是跟全长成正比 你在做计算的时候要记得 你要带的是生长量 你要带的生长量 他是跟生长量成正比 还有重量才是力 质量不是力 重量才是力 所以重量才会成正比 地球上有一个6公斤的东西挂上去 生长了1公分 拿到月球上去挂上去呢 1的质量没有变 地球上质量6公斤 到月球质量还是6公斤 可是 地球上质量6公斤是6公斤重 高月量质量 高月量质有多少 1公斤重 所以生长量质变成6分之1 6分之1 所以考试如果你说我在月球怎么样怎么样 搬到地球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就要注意 如果是力量一样 那么同个弹簧 社长量就一样 我在地球用力拉 伸长5公分 那月球上同样用力拉 那也是5公分 因为我们力量是一样的 可是月球上挂上去 伸长1公分 搬到地球 质量没有变成 重量怎么样 变大了 变6倍了 所以上海的微层 6倍 要注意重量才是力 质量 不是力 重量它才会使它伸长 质量没有变不重要 要看来是力量有没有变 是增加还是会减少 最后一个就是 造成型变力都是成双成对 里面有一种剑胸器材 跟桌面的弹簧 两手 因为它可以这样 压着 弹着剑胸器材 你要抓几边 两边都要湿力 那它要弯嘛 你那一边你会用 没有 有一种握力器 所以造成型变力都是成双成对的 只是我们的习惯上都只在一边 所以这三个图 上面这三个图的受力是一样的 我们平常讲话会说 挂五公斤重 伸长一公分 第二张图 这样子还是叫做挂五公斤重 最后面那个图 左边跟右边都有五公斤重 这还是叫做挂五公斤重 因为第一张图 你看起来有东西在下面拉五公斤重 可是上面一个天花囊也在拉五公斤重 所以有两个五公斤重 这也是一样 中间的图也是一样 墙壁有拉一个五公斤重 所以这三张图的结果是完全 一样造成型变力是成双成对 OK 这就是五克定律 简单说就是外力跟形变成正比 我提醒你注意的事情 注意要在弹性线内 注意它是跟形变成正比 注意重量材势力 注意造成型变力都是成双成对的 这就是有挂五公斤的部分 请问有问题了吗 没有很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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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